既然你非坚持撑 那咱俩复婚 我可以跟你一起 把这孩子养大 你的意思是说 你愿意为了一个 别人的孩子跟我复婚 我是为了愿意 跟你复婚 来养别人的孩子 老师叫我过来 不仅仅是想喝茶和聊工作吧 那你也知道了 我就直说了 我刚才收到林的邮件 他在这个时候 突然提出要离职 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我现在的心情跟您一样 十分不解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学生 我很了解你们 但是林突然提出离职 就不像他了 他对VG是有感情的 他既然选择了VG 就绝对不会选择其他的公司 对于林要离职 我当然会跟他沟通 但在这之前 我不想对他一无所知 我懂您的意思 这样吧 我找个时间 好好地跟他聊一聊 坐会儿 坐 坐 你身体现在这种情况 走路时间太长了 对身体也不好 尤其你身体现在这种情况 你还穿着个高额鞋鞋鞋鞋 你也坐会儿 我有事跟你说 我先去给你买点吃的 你这种状况 饿也不行 你买这么多吃的干嘛 我不是出来给你解餐 你先吃一口 我是有正经事跟你说 你要现在不想吃 也先喝口牛奶垫垫 常温的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为什么辞职啊 你知道你有多不负责吗 不仅对你 对你手底下人 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负责不负责又怎么样 反正我肯定是要走了 你之前跟我说你的梦想吗 你的本土化改革 你这些都是空话吗 别激动 别激动 你现在激动对你身体不好 你先吃口东西行不行 你是不是 觉得我没有替你的建议 去总裁办 你生我气了 然后你用辞职来逼我 跟这些都没关系 本来跟什么有关系啊 我一直半会儿接受不了 你开始新生活 我要开始新生活 我实在没有办法面对 你跟别人组建家庭 更没办法面对 你跟别人生孩子 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离开 我离开了这样不打扰你 对我 也算是一种解脱 不是 你这都说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行了 简安 你别瞒我了 行吗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呢 我看到你那张艳雨淡了 我知道你怀孕了 你知道了是吧 对 我是怀孕了 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过就是我的前夫 对 跟我 是没关系 好 那就祝福你 祝福你早晨贵子 不不不不不 我真不用祝福 什么意思啊 连祝福都不接受啊 什么意思啊 连祝福都不接受啊 好 婚礼什么时候办啊 不办了 不办了 那什么时候领证啊 我也去 恭喜一下 证也不想理了 婚礼不办 这儿也不理了 不是 你不愿意办还是 他不愿意办 他不愿意办 什么意思啊 对方不想负责任 不是 这人是谁啊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他是谁 我找他去 说了吧 你也不认识 我不认识 姐 咱俩在一起那么多年 你身边哪个人我不认识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他是谁 你放心 我绝不动手打他 我就跟他聊聊 说真的 咱俩离婚时间也不短了 那我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我都每个必须跟你报备吗 姐 我真没想到你都堕了成这样 还离了有段时间了 咱俩离了才几天 离了才几天 你就认识一新的人 你还跟人家怀怜喊 能不能省点省啊 那什么意思啊 接下来怎么办 生 生 人家不负责 也生 对 你知不知道你生 生完之后从法庭上来讲 这孩子就没爸爸 你知道吗 爸爸也不当我生孩子 那你图什么呀 我愿意 确定有生是吗 确定了 这种的生孩子 既然你非坚持撑 那咱俩复婚 我可以跟你一起 把这孩子养大 起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而且可以向你保证 我会像她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帮她受一定点委屈 你的意思是说 你愿意为了一个别人的孩子 跟我复婚 我是为了愿意跟你复婚 来养别人的孩子 那就大可不必了 我没怀孕 你看那预运单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告诉我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那你告诉我那是谁的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你要因为这个辞职的话 你可以收回辞城了 那你告诉我那是谁的 你刚说的话 那我特别感动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